8月炎炎夏日,小编看各类综艺、真人秀节目、各种户外活动、露营,忍不住想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海边之旅。 美国海岸线长达1.2万英里,造就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港湾和海滩。 今天,小编给大家总结分享2022年最美海滩最全攻略,看看东西海岸有哪些最美的海滩。 赶快带上三五知己,一起去哈比吧! 首先来说说美国东部,佛罗里达作为美东著名的旅游圣地,美丽的海滩数不胜数。 今天,小编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海滩,Siyasta Beach,是位于佛罗里达州Siyasta Key,被称为世界上最细白沙子的沙滩。 据说,当你漫步在沙滩,双手抨起沙子,宛如面粉般细腻柔软,卷卷细沙可从指缝中流出, 最最心动的一点,就是Siyasta Beach全年凉爽,即使在盛夏,光脚踩在沙滩上,依然觉得凉快。 是不是这么神奇,去过的小伙伴,记得跟大家分享一下哟。 接下来要分享的海滩,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位于佛罗里达的Miami Beach。 说起这个海滩,可能大家最先想到的是明星。 Miami海滩常年有明星出没,譬如,小李子就爱住在菲娜酒店, 贾斯汀·比伯和卡泰森姐妹则会选择Devalla Cassie Cajurina酒店。 Jay-Z和Beyonce就更喜欢性感的Site酒店。 在Miami海滩,撞见明星的几率很高哟。 离开佛罗里达北上,DMV大华湖区域,Rezal Beach也值得一去。 这里以海滩区内的海滨木栈道而闻名, 执子之首在海边漫步看日落,步道上的浪漫美景被美国国家地理评为全美最佳海滨步行道。 适合爱浪漫撒狗粮的小伙伴哟。 在距离亚特兰纳四小时车程的台币埃斯湾,也是出名的海滩。 这个海滩还与历史人文结合。 早在1500年,就有印第安部落驻扎于此。 风餐露宿的他们当时在泰壁岛海滩行舟捕鱼, 而曾经的海边城堡现已被改建成泰壁岛博物馆。 在这里吹海风,赏大自然的天马行空,也感受历史留下的痕迹。 纽约东部的最受欢迎的海滩当Eason Hapton莫属, 距离纽约市中心两小时的车程, 这个海滩因为开发破坏少,清净人少等, 受到东部小伙伴的喜爱。 如果你想追求豪华、清净、不拥挤的海滩, Eason Hapton无疑是东部首显。 再来说一下西海岸的海滩, 圣地亚哥的Coronado Beach一直常年排在美国最美海滩的前列。 平静的水域伴随着一年四季都能下海的温暖气候, 让无数艺术家常年住在这里。 酒店外的海滩上,你会经常看到艺术家在做沙画。 洛杉矶的Malibu Beach,相信不用多说, 这个出现在各大萤幕的海滩, 常年聚集大量好莱坞明星、社会名流和商界翘楚。 今天小编还将为大家介绍的另一个特别适合冲浪的海滩, 是Huntington Beach。 这个海滩由于势力冲浪, 长期举办各类冲浪赛事, 目前也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冲浪城市之一。 岸边还有许多机构, 供小伙伴们学习冲浪, 欣赏高手们乘风破浪, 你也许也可以成为乘风破浪的哥哥姐姐。 加州的北边, 距离波特兰四小时车程, 单等海滩的风景独特, 这里没有细腻平坦的海滩, 反而布满林寻,造型乖张的岩石。 当你走在岸边, 仿佛走进了另一个星球, 带来不一样的海滩体验。 说了这么多, 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心动, pick一个你喜爱的海滩, 抓住夏日的尾巴, 在海边玩耍吧! 或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